那么现在距离开议也已经一个多月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也针对新国会的表现来进行调查 大家对新国会的表现呢 你可以看到满意的部分有43.7% 那不满意的部分有40.6% 没有意见9.6% 至于对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表现 52.1%基本上是满意的 有34.2%是不满意 没有意见9.7% 这个调查呢传达了个讯息 就是韩国瑜院长他的社会形象变好了 韩国瑜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永龙认为说 好这真的是让人惊呼很神奇的一个转变 那么在立院的总执询之乱 现在民营党是炮轰韩国瑜没收了执询权 所以引发了在朝野的部分隔空来对抢 立委黄威就说了 在执询的时候大部分委员都是非常重视总执询的 因为一年只有两次的机会 那么但是这次有立委迟到了 或是因为个人的行程来更改了秩序造成 直循之乱对立院的伤害很大 也直接来奉立委 难道呢好都是巨婴吗 自己没有办法掌握时间 还要甩锅给院长 还要质疑院长去喝酒 应酬必须要谴责 每天上阵说了 意识出友现在已经呢 在这个部分昨天也提出了六大的关键时间还原 那么这个举动显示出韩国瑜准备好了 要透过这事情来立威并且向外界表达 现在他不是有说吗 立法院罗斯要栓请摔好 所有的仗都要打赢 要战 大家通通来战 没有再怕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次中评社也就报道了 韩国瑜不被院长职务所束缚 那么只要他认为对的事就会去推动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未来韩国瑜的作为 孔城存在感最强的一位立法院长了 前立委沈富雄也来说了 民进党到现在呢 还是看不懂韩国瑜 他们对韩国瑜是不能够容忍的 对莱茵这边的 把他看成眼中钉的 他在这里要郑重的警告民进党 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 韩国瑜你赢不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那也在这个韩国瑜担任院长之后 话题不断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部分 大家要关注他 接下来可能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不是更有魄力会来治这件事情 同时还有大家关注的 电费要涨价 以及在这个军公教的部分 军公教调薪4% 那么有媒体就报道了 副总统赖清德的月薪 跟韩国院长月薪 差不到一成 大概差了三万多块钱 三万七千三百五十块钱 还说呢 这个标题的部分 差不到一成 好国民党议员有赎会 就要来告诉大家说 认为这个标题实在很可笑 到底是谁在带风向 这个标题要表达什么呢 有谁知道 陈局开了什么会 调查了什么案子 每天出勤的状况呢 居然又po出了 这样的一篇新闻 用这样的标题来带风向 那么同时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周四总统寻达专报 蓝尾也希望呢 在绿营的部分 能够来提版本 在本周四就要来排审 攸关国会改革的 立法院职群行使 行使法 不过因为现在 民党团的部分 还没有提出修法的草案 所以今天呢 国民党也变更了 议程在这个改列到 中华民国总统制立法院 进行国情报告 及咨询的 资达的一个建议专题报告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多沟通 并且欢迎民进党 赶快来提版本 那么看到 在这个赖清德 接下来要处理的 还有什么呢 可以看到 政府要推动 换发数位身份证 那在这个卡关呢 甚至已经是 后了14亿 现在立院 钓鱼小组 也要来追责 要来炮轰 这个错误的政策 已经浪费了 公堂超过14亿 但是呢 内政部的部分 误导说 我们只要赔2.8亿 那今年又编了超过6000万的预算 来支付设备 维护费用等等 所以在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也通过了提案 要成立一个调阅专案小组 这也是进电事案之后的 第二个调阅小组 希望能够厘清更多的真相 好了 看到在这个真相 大家也要来看啦 这一回的总质询的专报 要来追失职 那么到底是谁的问题 现在民营党立委们也被抛轰 根本是巨鹰 一早立法院长韩国瑜就进到办公室 被立委怒控没收质询权 韩国瑜神色自若 中午12点半把蓝绿白党团找来会谈 讨论该不该让民进党立委补考 总装你觉得要恢复民进党立委的质询吗 现在会最不好吧 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得到了结论是 没有结论 要择其召开朝野协商 一来是要让会谈过程摊在阳光下 二来是绿营要补考没那么简单 显然柯建民没有要道歉 结果绿营不止不认错道歉 还加码谈条件 可见民认了底下没人不就自证 立委集体迟到甚至把韩国瑜编了数百回 在对外定调现在不讲对错 神也民进党鬼也民进党 就算民进党所有51期都在地上打滚 也没有用 不是他们今天说要提复议 那就会成功就会通过 那闹事就能够得到糖吃的 意思也就是蓝营要在朝野协商签字 点头让民进党补考及律师 为乎其为 民进党立委把方便当随便 看到民进党这个样子显然是巨婴作为 韩国瑜略施小计 把民进党这干立委打得屁滚尿流 狼狈不堪一败土地 如今巨婴们迟到后 怪东怪西又大哭大闹 喊着要照正回归回复直询 反倒自己大翻车 蓝营不配合表演 介绍郑宸佑台北报道 好再看到黑韩产业链又来了吗 绿营人士说立法院长韩国瑜为了吃一颗 要价28块钱的水煎包 所以提早结束议事 好这个说法 韩国瑜最新的反应也曝光了 交给记者张良好 好主播观众 立法院长韩国瑜在上午主持完议事 离开议场的时候 是碰到了一些参访团 因此跟他们有一些的互动 不过外界还是关注 包含了议事的进行 还有现在就是传出说 韩国瑜有吃了一颗30元的水煎包 对此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 院长会觉得民进党立委要先跟您道歉吗 谢谢大家 你怎么看应该满意度现在高达五千万 谢谢啊 好大家辛苦了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还有行程 我们还有一群 还有人好不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水煎包造成旋风 会觉得一颗30元会太贵吗 谢谢啊 好可以看到呢 韩国瑜的反应其实还蛮有趣的哦 听到记者问他说怎么看吃一颗30元的水煎包 现在造成了是一股旋风 韩国瑜是头歪了一下 表示说谢谢大家 以上掌握最新主播 好在立院掀起了 咨询前的风波 民营党今天也抓蓝营的立委 9点开议之后 未到议场被点名的叶元芝 在脸书上po文 说跟大家报告一下 9点他在立法院的中心大楼 开协调会 因为水利署 要板桥清洁队搬家 所以导致呢 这个板桥垃圾无法处理非常严重 他在帮板桥的清洁队来争取 他说早上也请助理来紧盯议场的情况 他去之前执询的这个立委执询时间 所以在10点半左右也顺利的总执询了 好问大家懂了吗 好他说绿色聚印如果是我自己出包 我也不会去院长事乱的 这是在院之最新的一个po文 那么再要看到 赖清德在520一年总统 紧接着立院的下半年度的会期 最重要就是审查政府的预算了 时事评论员张颖轩表示 赖清德看着阴械立委不一定支持自己 在立院能够支持自己的 反而是韓国瑜柯建民 吴思耀等人的对抗方式 那这不一定符合赖清德的最大力 520之后 基本上他到了下半年度就要省预算了 预算案都是在下半年省 所以赖清德他上任520之后 风风光光的都在各部会 大家到就定位 然后六月过去之后 接下来包括立法人再来开议 比如说七八九 那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审预算案 那预算案之后 请问他在立法院 这些民进党的立委会不会去听他的话 很难讲 很难讲 我反问各位一个概念就好了 如果520之后 赖清德他的部会首长 真的如同他原先承诺的 民主大联盟 行政院长给你用五党籍 相关部会首长也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不是民进党那些派西分章 那我问你 新潮流会挺他吗 请问英系会在那赖清德那边吗 蔡英文都自己去跟柯文哲见面 这个就是叫板了嘛 已经叫得很明显了嘛 那不过理论上来讲 他如果要当公信的话 他把柯文哲跟赖清德一起找来就好了嘛 是不是这才叫未来事跟过去事都分不清楚 就不会把赖清德一个人留在下面 给他一个人用留言的方式 也会可怜的嘛 这是给他下马威嘛 所以道理很简单啊 所以我说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请问一下赖清德在立法院能仰赖谁 其实就一个人 韩国瑜 他只能靠韩国瑜嘛 因为他需要他来帮他沟通协商嘛 好 我们把这件事情确定了 那我问一下柯建民现在做的东西叫什么 对抗 蓝绿对抗 他要把蓝绿对抗的温度升高 吴思瑶在做的事情叫什么 蓝绿对抗 他们都要把这些温度给升高 包括洪森和这些人在做的事情 那请问一下这不符合赖清德的利益 当然不符合啊 如果立法院闹成一桶 我跟你讲各位 空转的不会是立法院 空转的会是我们的行政部门 沒錯 而赖清德现在民调满一度 有没有事成都不知道 再给他空转个半年 我跟你讲他就直接躺在地上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